桃园三界一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 大概三个人已经是这辈子不可能改变了 而这次在古城相聚 又让他们想起他们彼此之间的誓约 这次不用再跪下来 不用再对天发誓 三个人心里头已经再次的宣誓 没有形式但是心里再次的宣誓 所以经过这一次的失散 我们三兄弟我们的灵界力只有比以前更强 我们一定在有生之年 要把共同的愿望达成也是更加坚定 当然有好有坏 坏的就是说三个人对那句话又重温了一次 叫做什么 同年 同月 同日死 这句话将来会变成他们的致命山 而且非常严重的致命山 可是人在这个时候 谁会想到那个 不可能想到那个 所以当很团结的时候 就已经种下了将来注定要失散的那种根源 所以老子讲 祸的时候 辅的根源已经来 辅的时候祸的根源已经来了 当然你要避免也很难 因为就是必然的自然律 这个就叫做自然的定律 有一号必有一笔 有一粒必有一害 没有十全十美的 老子在第三章里面提出了四大社会的乱源 叫做明 立 欲 知 所以他首先就提出来 不上显 使明不争 老百姓真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明 你说你要考进士 你才能够当官 那他就拼命去考进士 你说我要有才德 我才能够被重用 他就拼命去追求才德 所以才造成历代都是 所谓忠不忠 所谓贤不贤 你看一阵子他是忠臣 最后才知道原来是大奸臣 一阵子说他是非常高明 最后才知道完全是自私自利 在想到自己的事情 这种事情太多了 所以老子是一针见学 他说你整个社会 如果从上贤人 从上有才德的明 你就会造成很多虚有其名 根本是无才无德 但是他装得有才有德 这样子就使得什么 整个社会都会朝这个方向去竞争 然后搞了其他事情没有人做 对整个人类是不利的 你看我们几千年来 我们是为了公民 我们为了考名校 我们为了拿博士 我们为了这个为了那个 不顾一切 所有东西都可以抛弃 然后走 然后再开始骂 都是这些压力 搞得我们生活不正常 其实老子这句话 你好好听就好了 明可明非常明 所以你不能从上任何的名号 大家就不会满目的 不顾一切的 不择手段的 去争 不贵难得之后 使民不为道 为什么有小偷 为什么有强盗 就是因为你家有难得的东西 有宝贵的东西 有奇争异宝 它才会动你的脑筋 可是为什么一个石头会变成是艺术品呢 一个古董为什么会有天价呢 就是你贵难得之货 你看这个东西 觉得它很贵重 然后把它的价钱炒得很高 本来没有什么的 马上就变成奇货可居 马上就变成 大家不顾一切 要去抢夺的对象 它拿不到 它就变盗贼了 就算它没有行动 最起码它也产生了一种 叫做什么 抢 偷的那种不正常的心理 不献可遇 使民心不乱 那个剑要念线 就是主要先说 我喜欢什么 你刚才一家公司 为什么突然间 干部通通去打高尔夫球呢 就是因为老板 喜欢打高尔夫球 为什么突然间 大家都去钓鱼呢 就是总经理他喜欢钓鱼 你上面的人 只要表现说 我喜欢什么 大家都乱掉了 什么叫做欲 欲是基本需要以外的东西 才叫欲 千万不要把欲解释成欲望 老子是反对人有欲望的 那老子算什么呢 老子自己没有欲望吗 我都不相信 人为了生存 为了生活 他有基本需要 基本需要不叫欲 基本需要是我们 我们本能 本能的需要 我们本身的需求 其他的 才叫欲 他 举了这三句话 就告诉我们 社会的乱源 就是 崇尚贤民 就是 贵 难得之后 就是 把基本需要之外的 那个欲望 强烈地表现出来 明立 欲是社会的乱源 可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 这些东西就客观存在 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领导者来说 应该如何进行治理呢 所以圣人 他要怎么样来治理这个社会 虚其心 拾其腹 弱其智 强其骨 虚其心 你要把心里头 有那种贪恋 把它虚掉 让它不要有 可是现在人是很可怜 你看在家里面 一个小孩 他根本没有贪恋 他有什么贪恋 可是 大人叫他贪恋 他的玩具比你好 去跟他要 你看我有个新的玩具 你想不想啊 所有的小孩 他都是被大人 把那个贪恋给引出来以后 害死他 一辈子痛苦 心 他含有欲跟知的功能 你看所有欲望 都是从心里头产生的 所有的知识 都是摆在心里头 然后你才知道 这个 知道那个 你知道那么多干什么 食其腹 食其腹跟虚其心 刚好是相对待的 你要让他肚子甜得饱饱的 满足他 他基本的 他基本的欲望 然后你才可以 去 不是禁止哦 也不是压制哦 去疏导 去减少 他的贪恋 但是 我们从现实面来看 一个人 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他好像比较单纯 因为他们有太多要求 他只想你温饱 我就感谢天地 可是有了钱以后 他就做怪了 他就不虚心了 动不动就发鼻息的 动不动就骂人了 动不动就神奇巴拉了 所以 虚其心 食其腹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 巧妙的地方 我们还是需要 从道德经 其他的章节 来加以讨论 现在先把这些 就是说老百姓 你让他温饱 我们今天叫做小康 然后你要试试教化 这教化是无言之教 而不是下命令 不是规定 那个没有用 没有用的 让他呢 能够把这些 喜欢奢侈 爱好虚荣 谈得无厌 就是怎么样 把他虚掉 无一富不仁 为什么无一富会不仁 不是富的问题 而是不仁的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 好像 哎呀 圣人都叫我们不要有钱 那是不对的 富没有关系 你不能不仁就好了 无一富不仁 为什么可怕 因为他扰乱人心 他败坏风气 所以很多人跟我讲 钱是我赚的 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就说 你这样子 是伤天理 为什么 因为所有人看上你 他就觉得他不如你 然后他就想抢你 说男人他就想杀你 他这些都没有 他就羡慕你 他就感觉到他做人 很倒霉 好吗 对你都不好 道德经所说的 圣人之志 在虚其心 拾其腹之后 接着说 若其志 强其骨 常使民 无知无欲 这里的常使民 无知无欲 是不是渔民政策呢 我们常常教育孩子 要立大志 可是老子却说 要若其志 真是为什么呢 若其志 强其骨 强其骨 比较容易 就是叫他 强降他的体魄 多劳动 多保健 少动歪脑筋 但是 我们今天都鼓励 你要有意志力 你要励志 你要怎么样 那就变成什么 真强好胜 整个和谐社会 都被破坏掉 你鼓励他 考第一名 干什么 干什么 你就是把你自己的 一些 虚荣心 建立在小孩的痛苦上面 那这样算什么呢 你是要害他 还是害他 然后下面那句话 就是很多人引起误解的 常使民无知无欲 那不是愚民政策吗 不可能的 就算民之未开的时候 偶尔 愚移民还可能 民之已开以后 你想要 愚民 那是天光夜谈 根本做不到 所以不要用这种心知 去看到得紧 老子 就算你认为他不很聪明 他也没那么笨 什么愚民政策 他为什么说 常使民无知无欲 无知就是没有 真名夺利的心知 那个叫什么 叫做巧伪 既坚巧又虚伪 这些就是心知 无知无欲 无欲是不要有贪恋 我们已经讲过了 基本生活需求要满足他 其他的不给他 其他的不给他 不能说什么都要满足他 没办法 小孩要 没办法 隔壁有 那你这样算父母 哦 人家这个都起洋楼 我们要起洋楼 最后谁倒霉 自己倒霉 无知无欲 意思就是说你过正常生活 你不要跟人家比 你跟人家比 你一定要去想办法整人家 要想办法超越人家 这就是不需要的事情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老子讲的更妙 使父智者不敢违也 不敢违是不敢胡作乱为 使那些有聪明才智的人 不敢胡作乱为 现在就鼓励大家 你有聪明才智 你要创造啊 你要为什么为什么 全走错了 搞得什么 过度生产 过度消费 然后不但民不聊生 连官也不聊生 因此他这个不敢违 将来也是个重点 现在很多人都说 不敢违 不敢违 那算什么 不敢违才是高明的 现在不是 要有作为 做错了再说 而且还有人说 你就做了 你要表现跟没有不一样 我会觉得很奇怪 他会讲那么大声 唯唯唯 这五不智 这是第三章的结论 你不趁能干 不表示你比人家懂得多 不表示我很崇尚 这个贤能 我很会用人才 我知道这个祸是好的 哪个是不好的 我有判断力 而且呢 我有什么欲望 我就显示出来 让大家来帮助我 这些都是乱源 你能够把这些消减掉 你就无不知 你不管去管什么 你都管得好 我们要谈一个比较奇怪的观念 大家不必急以判断它 是对的还是错的 因为所有观念都没有什么对错 合护我们的用 最要紧 我们提出的观念是 教育必须要有相当的权威性 如果教育搞到完全没有权威性 恐怕这个成果要大打折扣 我今年暑假在美国 碰到一个中餐厅的老板 他跟我聊天 他说他是台湾 初中毕业以后 然后读了高中 才移民到美国的 我就很好奇啊 你跟我提这段干什么 他说他一生的教育 因为他大学是在美国读的 就是初中那三年 给他印象最深刻 那三年里面就是因为 唐老师给他的印象 到今天还不会忘记 我说唐老师怎么样 他说唐老师很特别 我们那边同学 每次看到都会想到他 他说唐老师要求 凡是他班上的学生 都要回去叫父母 给他一个切结书 就是同意老板 老师体罚 否则就掉班 不要在他班上 我说这样行得通吗 他说所有教掌都同意 当然大家现在马上会反应 那是以前的什么 不要急嘛 慢慢来嘛 他说唐老师要求 每个同学回去 三天之内 父母写同意书 同意老师 打发 否则掉班 你没有想到 所有家长都同意 给他保证书 唐老师不会乱打人 但是他一定会常常打人 可是他打完以后 看你这个手有点红肿 他会拿万斤油 给你涂一涂 脚有点红肿 他会给你涂一涂 那有一次上课的时候 唐老师就问全班 你们有没有人怕我打的 请举手 他说大家都没有举手 就他一个人举手 我说你干嘛举手 因为我以为他公开反抗老师 他说我举手 老师就问我 你不希望我打吗 你讨厌我打你吗 我说没有 我哪里有讨厌你打我 我又没有害怕你打我 那老师说那你干嘛举手 他说你每次打的我以后 你一定给我涂万斤油 我回去以后 那个万斤油的味道还没退 而偏偏我妈妈 闻到万斤油 她就想吐 她就很难过 是这一点我才举手 各位可以把这个个案 做一个参考 我们绝对没有理由说 要主张体罚 绝对没有 但是我们希望各位 把体罚跟训导 要稍微分开一点 要不然什么叫训 什么叫训 不能打不能骂叫训吗 那我们不能训小孩吗 老师不能训学生吗 那怎么教呢 不打可以 那总要训嘛 所以我们现在把体罚 跟教训混在一起 这是我们的不对嘛 那你要教训 你要不要有点权威心 你怎么样 小孩都不在乎 你怎么骂他都很皮 那你怎么教呢 但是我们也希望各位 仔细想一想 父母没有天赋的权威 没有 哪里有 说我是爸爸 你就会肯定我 这种话是不存在的 所以有些爸爸会问 那个小孩 你怎么不听妈妈的话 你怎么敢 这些都是废话 小孩子是没有当面顶章而已 他心里想妈妈又怎么样 妈妈又不是神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说 我是父母 我就天赋的有这个权威 那是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很谨慎的 你才有权威性 只要你放纵自己 只要你很任性 你就一点没有权威性 而且很快你的子女 会联合起来反抗你 他不反抗他就跑掉 他就脱离家庭 所以一个父母 如果认为我是天生的 我当了爸爸妈妈 我就权威 这个人是不可能有权威的 他滥用权威 权威迟早用光光 很快就没有了 父母不能说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你本身修养就不够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爱心 一定要有责任感 同时还要有毅力 有决心 你才有这个权威 权威是你自己奋斗得来的 不是天父 那你不奋斗 你没有权威就怪谁 你奋斗了半天 还没有权威 那你怪谁 小孩自动地尊敬你 小孩这样怎么忙 只要你一出生 他就很注意听 这就是你的权威 哪天小孩一玩起来 你讲什么 他根本就不听 你叫他 他也不理你 那你算什么父亲 你说这是民主时代 那是笑话 什么民主时代 所以我们上学以前 小孩到学校去以前 我们最好在家里面教导他 因为什么 因为你才跟他有互动 他才慢慢了解你 他会发自内心的来尊重你 你就有权威心 我们说小孩啊 要提前教育 这很对吧 那你教育什么呢 提前叫他认智 把英文学好了才去读书 那老师干什么 但是现在老师也很奇怪 你去大学里面看音乐系 他考是什么 你干净谈得好 谈得好 谈得好 我才说你 那谈得好他还要跟你学 但是今天因为竞争的厉害 是你自己搞成这样子 所以现在糟糕了 现在中学区要读大学的课程 要不然大学不要你 那大学到时候更轻松了 所以以后我们就规定 凡是要到我这个大学来读书来 要把大学所有科目读在高中计划 把成绩给我看 即刻采进来 那我就是盖章给文凭就好了 但是我们觉得这样是对的 我告诉各位 美国已经在检讨这样的事情 因为每一个高中 他先修课程的这个水准 是完全不一样的 各个学校哪来的成绩不标准 你怎么去评定 哪个你要哪个不要 所以很多人进了大学以后 他没有办法适应 他学不了 因为他的成绩是假的 你说先修他先修了 你说成绩他很好 可是一进来什么都不行 所以美国已经开始在否定这些事情 而我们在后面盲目地追求 好像他们一定对 我们要小心 风水轮流转 最后是循环往复 不是走回头路 但是好像有些逆向的操作 我们提前教育 还是要心理建设 心理辅导 不是说把学校那一套提前来学 现在小学教中学的课程 中学教大学的课程 最后水准普遍低落 你看奇怪不奇怪 照理说应该水准整个提高才对 没有 我们要注意 做父母要有效的教养 一定要坚持三个大原则 第一个 我们可以这辈 不要怒骂 我们可以殉导 不要提罚 这个可以 我们要客观冷静 很明确的把事情搞清楚 才不会伤感情 我希望各位了解 我们第二个原则就是说 我们养成小孩习惯的时候 不需要跟他说理由的 你比如说叫小孩吃青菜 你有什么理由可讲 你又懂多少吗 你都在那里道听头说 无说八道而已 说这个有维他命E 你又知道维他命E了 老实讲 我们今天吃维他命 都是危险危险的 因为每一个人 他的维生素的比例 都是不一样的 现在给你吃这么一大块 维他命C 你记忆挺好 你无他命C已经够了 他不够是他的事 你已经够了 你也吃一颗 他也吃一颗 那你不知道中毒才怪 尤其是综合维他命 那更糟糕了 就是把你当机器 猛灌猛灌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各种维他命的比例 是都不一样 每人的需求不一样 然后统一的配给你 那不害死多少人 等你把事情搞清楚 你就不要活了啦 一句话了 那你既然搞不清楚 你干嘛长篇大论 跟你小孩讲道理 你自欺欺人 我们天天都在自欺欺人 习惯就是习惯嘛 有什么道理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做要做好 我不知道 我祖父就是做得好好的 我爸爸也做得好好的 我会做得好好的 你也跟我做得好好的 就没有事了 老实讲 将来小孩长大 他会知道是他的事吗 我不相信一个父母 自己会把道理说清楚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一个小孩 你告诉他道理 他会听明白 我也不相信 那我们在搞什么教育 那我们在搞什么教育 是不是 爬为什么好 你说给我听听看 爬 对身体有利 最好是跪在哪里 不要站在哪里 也不要坐在哪里 你看我们一般人 要跪都跪不下去了 跟体能不好 才跪不下去 可是我们懂的这些道理 才怪 我们告诉他 习惯就是习惯 将来你要不要改 你自己长大去决定 老实讲 人家会这样子 一代一代传下来 一定有他的道理 不然根本传不下来 我们以很短见的时间 就要去否定人家 这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只有搞得乱七八糟了 你看那个青菜 凡是野生的菜 都是有毒的 没有毒 它生存不了 所以我们把野菜采来吃 其实就是吃毒 但现在很流行 这是野菜 好像卖的还特别贵 就是大家希望毒的 更激烈一点 任何菜 任何植物 任何动物 都要经过一长时间的驯化 那个叫做驯化 把他的毒消除到 我们可以接受了 才可以吃 你吃吃野猪看看 家猪跟野猪就是不一样 因为野猪有毒 家猪没有毒 那你吃家猪 保险 但是现在野猪比较贵 平平吃 所以各社各样病都出来了 那你一听完 你什么都不敢吃 那活该 老实在我们是生活在 很无知的状况之下 不要认为自己 什么都搞清楚了 还找得很 差得太远 科学只是一小步而已 我们经常商量 有关子女的事情 不要太创新 冒险 把子女当做白老鼠 同时也不要把子女 固定在某一个旅行 你怎么知道 他将来要做什么 我问你嘛 你小孩才三岁 你知道他将来要做文的 做武的 要做工程师 还是做老师 你又不是神仙 你怎么知道 就算你知道他自己也会变嘛 你急什么呢 子女的态度 突然间变了 那做父母就要自己反省了 我们没有啊 小孩一不听话 小孩一不一样 就通通骂他 各位 如果你真正了解的话 子女的行为改变 关键都在父母 你要改变这种状况 只有先改变自己 他我因为过会这样 那才怪 你看小孩成绩一好 回来就开始要求 这个要求那个 那就是父母惯怪的 为什么考一百分 就要给他十块钱 为什么考一百分 就要带他去看电影 为什么考一百分 就要给他吃巧克力 为什么 那考一百分 跟巧克力什么关系 都是父母自作主张 自以为是在这里乱搞 那他一考一百分 回来那个神气就出来了 就嫌菜不好吃了 就嫌妈妈没有负责任 那你怪谁啊 你说我只限于巧克力 他怎么知道 既然我考一百分 就可以吃巧克力 我一百分 我就可以买大哥大 我一考一百分 我回来就可以发脾气 给妈妈来看 那跟巧克力是一样的 你认为不一样 他认为是一样 小孩有任何的突变 做父母先问问自己 是我什么地方搞坏了 但是我告诉你 不要希望小孩子感谢你 那没有什么感谢 没有恩嘛 有什么恩呢 我们在教养小孩的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在成长 我们得到比他还多 你小孩又顽皮 你得到又多 你如果朝这个方面想 你不感谢他 他感谢你 老实讲 做人父母的人都知道 我们没有生小孩以前 我们根本跟小孩一样 可是生了小孩 我们自然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会想到 做人家爸爸 要像个爸爸的样子 你就开始学习做爸爸 做人家爸爸才知道 父母很辛苦 你才会更加去孝顺 做了爸爸以后 你才知道原来这个小孩 长大 是那么辛苦的 你就会更爱惜自己 你好不容易才长这么大 就是那样爬出来的 没有 都没有这种想法 那你生小孩干嘛 你养小孩干嘛 小孩得到我们的好处 我们从他那里 得到更多的好处 这样就是教学相长 不懂什么叫教学相长 父母有时候也要受委屈 不是说只有小孩受委屈而已 小孩回来甩东西 小孩回来 砰一下就把门关起来 你教他什么他都不理你 你能怎么样 我问你你能怎么样 这时候父母就要 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黑脸 那谁唱白脸 谁唱黑脸呢 两个都唱白脸也不对 两个都唱黑脸也不对 所以很自然就是 父亲言 母亲辞 母亲就进去劝他 怎么事情呢 你跟妈妈讲就好了 然后爸爸现在在忙 你赶快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这样才对吗 两个都是绑得一眼 出来 不出来我报警察 这样对吗 不对吧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彼此 但是你的小孩 既然是男女同宵 你的家庭教育 就要做适当的调整 而不是说 现在男不男女不女 男女混在一起 也无所谓 甚至女儿把男朋友 带回来在客厅上 搭在那里抱来抱去 你也当作没有看到一样 那你还算人吗 女孩子就是女孩子 男孩子就是男孩子 这个不是平等不平等的问题 一句话讲完了 男女是同权 但是不同职 她有平等的机会 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但是性质不一样 女孩子要会害羞 要有矜持 不能男孩子一招就过来 我常常在路上看到很多 男生就是把手靠在女生上面 那个女生还搞得很高兴一样 这有一个字很难听的 叫做贱 这就是贱 一个女人一贱 什么都完了 还没有结婚 她就爬到你头顶上来 你有这种男朋友干什么 那就表示你很可怜 我常常远远看到那个女生 全世界人都死关了 只有她男朋友是人一样的 太可怜了 你可怜到这个地步 你把你父母置于何地 女孩子是要坚持 人家请你吃饭 我没空 这样不行 她会再三地想办法请你 就表示她有诚意 哪里有说 找自己来 负自己去 那你干嘛 男孩子 一直要坚强 不能哭就不能哭 现在很多人在讲 哎呀男生也要哭啊 不能要发泄啊 什么 那是他们的说法 你要听不听 我们尊重各位 男人有眼泪 往肚子里面掉 男人会哭 不是为了伤心哭 不是为了怕困难哭 不是 而是很感动的时候 自然热泪盈眶 那是一种责任感的表现 当你 克服一些困难 把事情完成了 哭 可以 困难就哭 躲起来就哭 什么事情办不通就哭 废悟 我们男女各自发挥所长 互相 你补我 我补你的不足 这才是家庭 所以要把男儿培养成 男子气概 要把女儿培养成 很有气质的女孩子 这才叫家庭教育 那怎么办呢 三个字就讲完了 内在美 现在没有啊 现在都是外在美啊 哪里有内在美 现在都是看外在美 啊 衣服很漂亮 衣服很漂亮 那又怎么样 要化妆 化妆又怎么样 头发又什么 发型啊 长天两天变 那又怎么样嘛 当大家都不重视 内在美的时候 你就知道 人已经没有品德了 当大家都重视外在的时候 你就知道 已经没有内在美了 一个人要穿什么衣服 先问问看 我的体格穿这个好看吗 你看现在实行那个 把肚子露出来的 那年轻小女孩露一露还无所谓啊 七老八十还在露 你露给谁看啊 人家看的都做偶啊 还在那儿像时髦一样 我觉得很奇怪 你看那些男生穿那种衣服 老实讲 你送给他 他都不穿才对 但是他会穿 为什么 就为了时髦吗 搞得人不像人 你看裤子穿那个七分的 然后胖胖的 裤带弯下掉的 那整个人那个比例 那种体型 完全不成个人样 他就为了时髦 如果不时髦 老实讲 你送给他穿 你打死他 他都不敢穿 我敢打给你打赌 没有啊 哎呀 没有办法 人家都这样啊 我只好这样 那人家去死 你去死好了 他可以穿那个衣服 我不要穿这个衣服 因为我跟他不同 这是我的格调嘛 这样才对啊 没有啊 每个人 那头发都要这样 就是为了一个英国的足球 这样他这样 大家都这样 那你变成他的奴隶的嘛 前面看起来像男生 后面看起来像 女生 就是没有泪在眉 才会这样 一个没有泪在眉的人 他会很注意 他的奇形怪状 这是很可怜的 但是我们现在 越来越普遍 他专模作样 那就是丑人都做怪吧 世界上只有丑人 才会多做怪 要不然你做那些怪 然后这样一个人 会穿什么衣服 就代表你的性格 是什么样 你要注意 人家可以穿 我就是不能穿 因为我不一样 大家都不注意我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剃光头啊 所有人都注意我 那你就去剃吧 我没有反对任何事情 我只是说明说 你要这样做 你要承担那个后果 只要你敢承担那个后果 你考虑过了 我们都应该尊重你 但是现在没有 也没有经过考虑 也没有考虑后果 就是为了时尚 fashion fashion什么东西 fashion 你看现在已经搞的那些 服装设计师 穷途末路了 他还不晓得怎么办嘛 所以他就在那乱搞 我们就跟着他乱穿 那这叫设计师呢 以后把裙子戴在头上嘛 以后人用倒过来走嘛 以后人后面戴个眼具 前面蒙起来嘛 我很少反对什么事情 但是我每次看到很多人 在那走路这样拍拍拍 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个就叫做拍手工 我懂我不是不懂 他说你这样这样这样 你身体就会好 就算你会好 你也不可以做啊 为什么呢 因为噪音已经够多了 你又来加上这个 你到底尊重不尊重别人呢 你到山里面去 只有你一个人 你爱怎么拍你就拍 在室里面 在公园里面 已经够吵了 你来来搞这个东西 就算你能活一百岁 越活得久 人家又讨厌 那你学这个干嘛 没有啊 盲目的 哦 那唯恐人家不知道 这种人是很可怜的 因为他没有权威啊 你发现人没有权威是很难活的 那就靠这个来看看有没有权威 结果想不到惹人家讨厌的 权威来自不易啊 父母要像父母 你才是真正的父母 父母做到一点权威性都没有 儿子不把你当一回事 女儿心目当中没有你 那你算什么父母 我相信各位都不是这样的人 只不过有很多人很想把我们带到那一种状况里面去 我们一起来预防 不要上当 这种状况